贵老师包括在训练期间 第一的话他还是会挤出很多的时间 来跟学生在这种线上或者线下的交流 包括在体训期间也不是说不能出来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同时的话呢 因为我们实际上贵老师这边呢 也是有一个比较大的特地图 因为他的师兄师弟 我们很多的学院的老师 都会帮助贵老师一起来带学生 对我们很多的经年学者来讲 是一个非常大的激励 因为我觉得对很多人来讲 在可能几天之前 那还是个梦想 但是我觉得到了今天 它就是现实 我们也希望说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们也希望贵老师能在空间站 给我们的学生进行开展一次 生动的这种线上的教学指导 这个我不知道 我们也希望有 同学同门同事 他对待人的话 其实非常真诚和和善 就是非常容易和人交流 就是他人缘的疯狂 然后作为老师的话 他又有这个严厉的一面 就是他对学生如果有问题的话 还是会指出来的 特别是学术能语 他也会非常犀利地提出来 陈亚超老师 在过程当中 就是表情和动作 非常的轻松 然后又说一些 这个 非常轻松的一些话 然后 就让我们就是 心里面更有底 就是我感觉 他撞得非常好 他可以放心 就是地上的事情 我们都会帮他处理好 他太好了 他才会是 非常好 那些事 所以他来说 这一段的事 就是我们吃了